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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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辅助自己图强争霸 世人也通过充当门客 著书历说或者投身政治斗争等等形式 在先秦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今天我们看到的许多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 世人的言行占到了极大的比例 颜助睡齐王的故事就是一段有关世人定位的讨论 颜助是齐国的一个世人 以此齐宣王召见颜助对着他喊 颜助上前来 颜助没有走上前去 反而叫道 齐王上前来 一个平民百姓竟敢和齐王叫板 齐宣王满脸不高兴 齐王不高兴后果会很严重 左右大臣赶紧责备颜助说 大王是一国之君 而你颜助只是区区一介草民 大王换你上前 你竟然也叫大王上前 这样成何其统 颜助不慌不忙地说 如果我上前 那是屈颜复事 而大王过来 则是礼贤下事 与其让我门受屈颜复事的恶名 倒不如让大王获取礼贤下事的美誉 颜助的这两句话 一下子说得左右大臣们 哑口无言 但是齐宣王还是很生气 他怒心于色 呵斥和颜助 究竟是君王尊贵 还是世人尊贵 齐宣王的这个问题 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 只听颜复不卑不亢的回答说 自然是世人尊贵 君王并不尊贵 齐宣王就问他 这话怎么讲 颜复回答 我举个例子 以前秦国伐齐 秦王下令 有赶在柳夏季坟墓周围 五十部内打财者 死无赦 秦王又下令 能取得齐王守级者 分侯万户 赏以千金 由此看来啊 活着的国君头颅 比不上死去的贤士的坟墓 这里的柳夏季就是大名鼎鼎的柳夏慧 是鲁国的大府 品行高尚 坚持原则 受到了各国朝野的敬仰 秦国进攻齐国的时候啊 路过柳夏慧的墓地 秦王为了招揽人心 所以下令保护柳夏慧的墓地 秦王对柳夏慧墓地的保护啊 明显要比齐王首级更加重视 阎处 举这个有点特殊的例子啊 的确可以说明 世人比君王更重要 但赤裸裸地讽刺了齐王 齐宣王肯定不高兴 齐宣王左右进程啊 维护君王的权威与延处展开辩论 有大臣说 延处 齐国是万称大国 齐王拥有广袤土地 丰富物产 天下仁义之士都投奔齐国 为齐王服务 智谋之士无不赶到齐国 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四方诸侯不敢不服 齐王所要的东西 无所不备 全国百姓啊 无不拥护 齐王是多么的伟大 可如今所谓的高尚之士 不过是被人称作匹夫 徒步等的比剑之人而已 他们身处农村 等而下之者 不过是边远地方理向的看门人而已 世人是这般的下贱 怎么能和齐王相提并论呢 我们不知道这个主动站出来和严处辩论的大臣是谁 但是他辩论的理由实在是太不充分了 他只是渲染了君王的富贵和世人的穷破 试图啊 试图啊 用全世来压服 严处 可是 真正的世人 是全世能够压服的吗 严处就反对说 我听说 远古大禹时代 诸侯有万国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当时的诸侯掌握了一套 重教化 治国 爱民的办法 而且重视世人 善于发挥世人的才干 所以 顺帝出生于卑贱农家 发迹于穷乡僻壤 最终成为了天子 到了商汤时代 还有三千诸侯国 可是到了现如今 称姑道寡者 只不过二十四家而已 这难道不是由于 得势和失势的政策 造成的吗 如果国家继续兼并下去 诸侯渐渐被杀戮 到那时 诸侯就是想做个 边远地区理向的看门人 都求之不得了 姚传位于顺 顺传位于羽 周成王任用周公弹 世世代代都称赞 他们是英明的君主 这正是因为他们深知 人才的可贵 从古至今 从来没有过什么 没有世人辅助 而建功立业的君王 严处的一席话 掷地有声 一时间 齐宣王的左右 进尘 没有人再敢说话 当着满朝官员 被人如此不留情面的 一再反驳 身为堂堂一国之君的 齐宣王会作何反应 在诸侯争霸战乱不休的战国时代 世人真的像颜处说的那样重要吗 系列节目 政治制度史话 历史学者张成将继续为您讲述 世人的宿命 严处啊 用历史发展大趋势 证明了君王要想建功立业 离不开世人的辅佐 严处提到了诸侯兼并的现实 到战国时 诸侯国已经不多了 强国有七个 小国不过十余个 面对这么严峻的现实 各个诸侯国 都有寻求世人支持和辅佐的需要 社会上就游荡着一个世人的阶层 他们大多是知识分子 或有政治才干 能言善谋 或有非凡的胆识 过人的见识 或有一技之长 甚至是身怀绝技 世人可以东奔西走 寻找合适的出世机会 只要有本事 不怕找不到发挥的机会 但是诸侯国的君王就不一样了 他们固定在某个国家 要为国家的存亡直接负责 一旦国家灭亡 君王就真的想找个边远地区的理项 当看门人都不可得了 由此可见 世人比君王自由 比君王重要 我们再举战国时代著名测试苏秦张仪来做例子 苏秦张仪两个人都是通过刻苦攻读 学有所长的世人 擅长与战略谋划 战国前期的天下格局比较混乱 西边的秦国最强 压迫东方六国 但又不足以打败六国 几个国家之间打来打去 局势一片混乱 常常是谁都得不到好处 苏秦张仪两个人就凭一己之力 厘清了混乱的格局 塑造了之后的国际格局基调 首先出场的是苏秦 苏秦游说列国 提出了六国合纵抗秦的战略思想 并且成功说服六大强国 组建了合纵联盟 苏秦主持了六国的门会 配六国相应 风光无限 六国联合后实力强大 把秦国势力牢牢限制在西部 秦国十五年间不敢出韩国关 张仪则提出了连横的战略构想 游说秦国 他主张秦国交好东方六国中的个别国家 破坏六国的合纵 秦惠王分张仪为秦国相国 张仪出使游说东方列国 各国纷纷由合纵抗秦转变为连横亲秦 张仪因此被秦国分为五姓军 苏秦和张仪这两个人在当时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实在 苏秦为重 张仪为横 横则秦帝 重则楚王 所在国重 所去国倾 一个人的去留 可以决定国家的兴衰和国际格局的变动 后人已经记不清 当时战国七雄中各位国君的名号了 但却牢牢的记住了苏秦张仪这两个人 齐宣王听了这一番议论以后啊 感叹道 哎 怎么能够辱慢君子呢 寡人就是自取其辱呀 今天听到言处高论 这才明白清贤慢事是小人行径 道过歉以后呢 齐宣王向言处伸出了橄榄枝 希望啊 言处为自己所用 齐宣王说 希望先生能收寡人为弟子 如果先生与寡人相从交友 衣食住行 我都给先生最好的 食有肉出有车 先生的妻子儿女也全都锦衣玉食 齐宣王现在已经认定言处是有用之才 齐宣王认定言处是有用之才 能够辅佐自己 他向言处伸出了橄榄枝 邀请他加入齐国的执政团队 进入主流阶层 享受荣华富贵 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言处会作何选择 战国时期世人除了从政 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呢 系列节目政治制度史话 历史学者张成将继续为您讲述 世人的宿命 春秋战国时期 贵族图强 韩室崛起 贵族是怎样一个特殊的群体 有着怎样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拥有哪些政治特权和司法优待 在血缘决定身份的贵族时代 出身贫寒的世人阶层是如何崛起的 他们为何会被王公贵族们争相招揽为其所用 在诸侯新国图霸的过程中 世人阶层发为了怎样的价值 历史学者张成将为您讲述 事实上得到君王的赏识 辅佐君王成就一番事业 是战国世人的目标 所谓学成文武艺授予帝王家 战国世人的观念是积极入室的 虽然在求职过程当中 自由洒脱可以挑选 可是一旦更定了某个君王 往往表现得很忠诚 清静所学来辅佐帝王 战国世人虽然鄙视以权势压人 但又追逐权势 他们需要权势来提供展现才华的机会 苏秦如果没有东方六国的支持 能够实践自己合众战略思想 主持六国联盟吗 张仪如果没有秦国的认可 也不能实践自己的战略思想 登上历史舞台 世人个人的价值也体现在 所依附的政治实体的价值之上 个人价值和君王的价值是统一的 苏秦学成初期 游历诸侯国 潦倒不得志 回到家乡啊 还遭到了家人和亲戚的嘲讽忍遇 妻妾不认她这个丈夫 哥哥嫂子不认她这个弟弟 父母不认她这个儿子 等到她衣锦还乡时 父母闻之 清宫除道 张月摄影 交迎三十里 妻侧目而视 亲耳而听 最夸张的是 苏秦的嫂子 蛇行匍匐 四败自贵而泄 苏秦见嫂子这副模样 问她 嫂和前聚而后悲眼 为什么前后态度反差这么大呢 这嫂子倒也实话实说 因为叔叔您现在为尊而多金 苏秦不禁感叹道 皆乎贫穷则父母不子 富贵则亲戚畏惧 人生世上 世未富贵 待可呼呼哉 依附政治实体 可以让一个世人 富贵傲人 更可以给他提供 实践理想抱负的平台与机遇 难怪天下世人 都对全世趋之落物 严处的过人之处 在于他超脱了同时代世人的认识水平 面对齐宣王的善意邀请 严处并没有欣喜落狂 相反 严处请求告辞回家 他对齐宣王说 美欲 常与深山 一经琢磨 就会破坏天然本色 不是美欲不再宝贵 只是失去了本真的完美 士大夫生于乡野 经过推荐 使用 接受愤怒 此后啊 并不是不尊贵献达 但是他们从此失去了自由 行神难以完全属于自己 我只希望回到乡下 饿了就吃饭 即便再差的饭菜 也会像吃肉一样 津津有味 不慌不忙地走路 即便再长的路 也能以不当车 做人可以没有什么过错 自贞自重 内心纯洁 行为正直 自得其乐 纳言决断的是 齐王宁 秉中直荐的 则是我言处 我已经把我的观点 表达清楚了 希望大王赐我回乡 让我能够悠闲地 步行回家 说完 言处很郑重地 向齐宣王行跪拜大礼 告辞而去 天下君子啊 听说言处的言行后 都赞叹说 言处的确是 知足之人 返谱归真 终生不辱 返谱归真 说的是言处 听从内心的召唤 保持了一颗 淳谱真实的心灵 这一点容易理解 那么 为什么说言处 终生不辱呢 这就涉及一个 更大的命题了 那就是 世人保持自由 和独立的问题 在贵族政治中 不存在自由和独立的问题 权威是与血缘 宗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贵族只在特定的宗法网络当中 才享有权威 一旦离开了 就丧失了权力 他们固定在特定的位置 垄断了权力和知识 到了战国 宗法制度逐渐瓦解 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加 很多世人开始自由流动 知识文化也不再是贵族的专利 教育开始向更多的人普及 世人就是中国早期的知识分子 他们虽然拥有了流动性 拥有了知识才华和满腔的报复 但是没有世袭的权位 世人要想实践才华 展现报复 必然要投奔诸侯王公或者是某派政治势力 必须要和政治亲密联姻 其中就存在知识分子从政的悖论 一方面 他需要借助政治提供的平台 不能凭空施展拳脚 可是每个平台都是有各自的规则和制度 知识分子必须要适应它 往往是规则和制度塑造知识分子 而不是知识分子去改造平台 另一方面 战国时期的世人也好 后来的士大夫也好 都有渴望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一面 束缚之下进行的思考 不是真正的思考 而是对指令的反馈 对权势的奋程 诸侯王公希望世人提供的肯定不是口号的重复 或者人云亦云的意见 可是 在适应政治的过程当中 士大夫难免要隐藏锋芒 对自己的思想观点和主张做出妥协 甚至丧失了本心 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和自由思考的能力 在中国古代政治中 知识分子从政后 自由舒展 功成名就者是少数 绝大多数从政者不是没有什么建树 就是遭遇了悲惨的命运 一方面是渴望从政 另外一方面是从政束缚手脚 这就是知识分子从政的悖论 权势对世人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了 既能提供施政的平台 又给予了荣华富贵 但是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我们还是以苏秦张仪为例子来说明 为了维持住脆弱的合纵联盟 苏秦时时刻刻不再走钢丝 关东六国谁都不是省油的灯 他们和秦国有矛盾 但是相互之间的矛盾更多 他们不希望秦国侵略自己的领土 却觊觎其他国家的领土 他们只是为了对付更加强大的敌人秦国 而暂时联合在一起 这简直就是一个乌合之众的组合 苏秦为了拉拢这些人 要付出的心血与努力可想而知 苏秦所能依靠的 只有自己对局势的判断和三寸不滥之舌 而诱惑东方六国的 有秦国的挑拨 领土的现实际遇 遗留的历史问题等等 最后他们抵抗不住诱惑 齐国 魏国 赵国 燕国等纷纷开打 联盟一旦破裂 大家都纷纷把攻击的矛头对准苏秦 苏秦遭到燕国的猜忌 投奔齐国 齐国任命苏秦为克勤 结果招致齐国众大夫的嫉妒 众大夫派人刺杀苏秦 苏秦身负重伤 临终前请求齐王将自己施起五马分尸 根据他人的反应来判断凶手 结果苏秦真的就被五马分尸了 张仪的结局也比苏秦好不到哪去 张仪劳心劳力游说诸侯 同样面临着苏秦的困境 最终支持张仪的秦桧文王死了 继位的秦武王不喜欢张仪 张仪出逃魏国 担任魏相一年后去世 严处早在战国时代就神奇地遇见了古代知识分子的从政悖论 严处不想过苏秦张仪那样的生活 在从政和独立自由之间选择了后者 后世还有许多士大夫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比如颜子林 陶渊明 世间存不存在桃花源 这个问题可以争论 但是有一群人选择生活在桃花源中 保持精神独立与自由 却是不争的事实 今天的故事讲到这儿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公元前536年 郑国执政子产把惩治罪犯的刑律 注在金属顶上 向全国老百姓公布 开启了中国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 子产的举措不仅掀起了轩然大波 还引发了一场关于道德与法律的持久论障 那么磁产柱形笔到底触犯了谁 磁产柱形笔 明日播出